老花瑜每日一打回答一下 醋包的养毛问题 这个醋包说你看我这个指掌 还有旧毛 你该修剪施肥了 醋包 这一个月养了两三月这那的 得适当的修剪一下 适当的来点肥料 它不开花就因为肥力不足 还有一个凝胶水 它这个耐旱性还是比较好的 剪的时候把下面那些小的老的叶子剪掉 如果说你现在长得滋养八叉的 你拿点那种小竹竿类似的 细一点你给它绑一绑 支撑支撑让它好看一点 用点通用型的肥料 适当的控制一下浇水 干了再浇 你就摸一摸那个盆土 不干你就别老浇它就行了 明白了吗 干了你看着再浇就行了 好吧 下个醋包说老花瑜白犀牛卷叶子 咋回事 这个吊光太热了 你说我说像我们在这种棚里面 你看我们棚现在的话呢 你看我在这边浇的水就很凉快 是吧 它空气湿度也很哇塞 你像咱家里边呢 现在夏天一到 它就很干燥很热 它就脱水 脱水怎么办 它就给它缩起来点 减少一下接触面积 它就减少自己水分的挥发了 所以说空气太干了 太热了 就这么个事 可以适当的多喷一喷水 你用这个花瓶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多浇一些水了 好吧 来一点肥料 像这么说 你看我这个山楂柱咋的了 还能救吗 现在咋办呀 如果说你要地栽的话 就不用管 尤其是在北方这些地方 你要盆栽的出房 你把表面的土挖出来点 等到干了再浇 不干别浇 用点粪肥 发酵的养粪那些 你要找不着合适的 老花瓶也合作过一家 挺不错的 你可以找客服要一下 好吧 就缺肥有点闷根 别的没啥事 有的话说说 老花瓶蔫了 就不应该多浇水吗 你得看情况 你浇水了不怕 就跟人一样 你渴了可以喝水 你再渴 你也可以喝再多的水 你可以经常喝 但是你得记住一句话 你得去杀尿 是不是 你得能尿出来 你不尿出来 好多的话 就是它那个盆土里面 能存储大量的水 它排不出来 它不透气 不透气不长根 明白这个事就行 下个臭宝 老花瓶看看 桂花咋的了 咋办才好 这也是缺肥 你开完花都没吃过肥 就跟我大舅子一样 刚生完孩子 连月子都不做 就出来怎么怎么地 肯定不行 懂这个事吗 下个臭宝说 老花瓶你看这是黄化病 这是你舍不得施肥 用那两个粒管啥用 把表面土挖出来点 适当的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你如果说用这个黑粒粒粉 拿那个手抓一把 撒上去 适当的来点水 太干了 是略干一点 二开花确实是好事 不至于汗死 但是太干了也不行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别忘了 下个臭宝 秦烟荣长个秀斑 你长成这样 就已经养得很好了 不是你这已经长得很好了 你那花瓶没评判一下 用那繁肥水 长得就已经很棒了 你害咋的 你在那叫挑剔了 你知道吗 哎呀 你说哎呀 我起的甲铃 甲铃就够漂亮了 他有点胖 胖才压大抗 好事 有点害人 跟老花瓶喜欢甲铃 适当的可以用一点点的杀菌药 因为现在天气热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个 修斑病 好吧 没别的问题 别的没啥 就不再接点个赞 我是老花瓶 养花最转瓶 白了出发